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说一段旅途的经历 会有着无数意想不到的相应 等待着你 而镜头的出现 能帮我们更好地记录下它 今天就让女人和大家一起去看看吧 据说 世间的神奇 是你不知道会有什么 走进了你的镜头里 而人们也正踏上他们那些刺激的冒险之路 当行驶在公路上的你 踏入了前车的一个陷阱 这是发生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里 与动物侯佑间的一调无论 而另一幅画面里的椅 是被一群小家伙堵住了去路 在这天早高峰的日子里 当一伙奇怪的家伙 出现在屋外的小道 也带来了一丝欢乐的气息 很多时候 我都惊叹于人类的想象力 而清晨 赶着上班的司机 他有些着急 人们在路上呢 总是有着那未知的 下一名 这是一个迷路的车轮 一段在公路上的冒险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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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着惊喜 是的 他欺骗了你 也许你 已经猜到了 会发生什么 在这个街道里 但你还是低估了我的司机 让一段影片来告诉你 什么才是真正 自动打的变速器 而镜头里 有这些家伙冲向了天井 又或是 急迟在深夜里 有时候 你清晨出门的上班之路 会像是突破了一个 困难的迷宫一般 消耗着你的精力 当堵在路上的你 发现了远处一个奇怪的视线 正死死地盯着你 人们总是告诉你 当命运关上了一扇门 总会有另一扇门 它会为你开启 就像我们这镜头里 也正发生着 同样的事情 当雨途中的你 有着一个 想要甩掉的同伴 却不好意思向他 表露你的心意 我的朋友 下回再快一点 就是你的胜利 这让我想起了豆腐店的某人 深夜里的练习 这让我联想到了一个将要被打开的罐头 也曾发出过同样的声音 这让街道上 一个热舞的声音 为礼服的人们带来一些欢笑的回音 看到眼前的这副场景 即便是镜头前的你 想必也能体会这位司机 从这一路以来的艰辛 而这宝藏小车 也将成为今日你最大份的惊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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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 欢迎点赞关注 我将为大家带来更多有趣的内容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部影片再见